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课程为自动化系统设计与食物 本单元的主题是 不连续自动控制器之食物设计 本单元的分内底下的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无辅助能源2.4自动控制器 第二个部分是 有辅助能源2.4及3.4的控制器 第三个部分是 2.4自动控制器 连接一次延迟自动控制器间的 第四个部分是 2.4自动控制器连接高次延迟自动控制器间 首先我们来说明 无辅助能源2.4自动控制器的特性 在此我们会举出几个相关的例子 来做一个说明 2.4自动控制器为最简单的不连续自动控制器 也是使用相当的多 这种自动控制器在控制大小 低于应有值的时候 或是指操作器的大小变为某一定之值 例如操纵器做前开 当控制大小或大于应有值的时候 也会使操纵大小变为另一个较小的之值或是0 所以又称为开关自动控制器 好 那首先我们以钻金属为温度制空器为例 这种自动控制器的测量温度不温 是一块酸金属片 如下图所表示的 这种酸金属片在残温下 它是平质的 就像下图所表示的 那由于两边金属有不同的膨胀习数 当温度升高时会转向一边 就像温度 就像下图所表示的 当温度高50度的时候 它会翘往上翘 当温度降低时 它会往下另外一边 根据不同的弯须程度 可以用来代表不同的温度 好 这是一个实际呢 酸金属片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实例 凉温度计的契机虽然有了 可是还缺少应有值的给 就像下面一个值 因为刚才所提到的酸金属片 这是一个凉温度的一个周安字 就像呢 酸金属片呢 就像我们下面这个图呢 这个红色的一个部分 可是呢 我们应该 因为它只是一个开关的 安偶的一个特性 可是呢 我们应该有应用值给予器 及比较器 所以我们可以 酸上可调整的接触螺丝 及一些接触于刚才所提到 酸金属片上 已造成一个自动控制器 应用的三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酸金属片呢 就像红色里面所标的 那底下呢 有一个应有值的调整螺丝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一个距离 调整它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应做方式呢 上面有一个发热的一个电阻 那它的回路呢 一百一十五特 从电阻拉进来 一直呢 拉到呢 我们底下呢 这个接点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头连接到 所谓的呢 这个酸金属片 这一百一的另外一头 但酸金属片呢 在温度高的时候 这个接触点 KT不会连接在一起 那这个回路中没有导通 那所谓的发热电阻就不会加热 但它温度低的时候 它会往下 会造成呢 接触的一个KT点会导通 然后 再一个所谓的发热电阻就会加热 当然整个酸金属片温度也会提高 到达到达一个温度的时候 它就会挑开 那就切断了 这所谓的发热电阻呢 一个加热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 控制呢 它的一个温度 那我们决定的应用值呢 这个QK呢 是接触螺丝K 一线呢 扇紧金属片 使它具有应用的温度 你如果当温度稍运 高于我们测定值呢 在一个QK时呢 酸金属片弯曲程度大 使接触点呢 KT打开 然后接触酸联电阻 也就 不会再通电发热 因此温度又会降下来 那温度降下来之后 酸金属片呢 渐进的会变值 都不会弯曲了 而当温度呢 到达QK时呢 它又与KT碰在一起 电阻师重新通电加热 温度上升 如此重温的工作 为了要增大接触力 及降低开关频率 以提高开关符合及寿命 通常使用涂调开关 在酸金属温度自动控制方面呢 这种涂调开关可用 固定于酸金属片尾段式铁块 及界限上的永久磁铁来达成 当温度降低时呢 铁块接近呢 这一个磁铁 两者的距离低于某一个程度 铁块呢 就会被提早磁铁突然吸进 因此接触这个冲击师的关闭了 这个通路的部分 那个热定师就不会再加热 当温度升高时呢 这个磁铁与铁块的吸力一定 当酸金属片 弯曲的力量越来越大 到最后酸金属片上的弯曲的力量 胜过磁铁与铁块间的一个吸力的时候 接触人就会打开 这种涂调开关也可用于其他的机械方式 例如用一线拉紧的一个弹网 或是杠杆的方式 而此为半式的温度自动控制器 其实他用的也是酸金属片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原理 一个自动控制器 这个为半式温度自动控制器如下图 其实他专心书片呢 就在这个一样 在这个横的这个位置的地方 他有个弹簧 还有一个所谓的螺丝K的地方 做应有值的设定 然后弹簧来协助这个力量的一个调整 然后中间一个XN的一个磁铁 然后接触点呢 就在KT的一个地方 两个极点拉出来 当他这个没有接触的时候 那这个呢 一样打开呢 当温度高 它的节点就会离开 当温度低呢 这个节点合在一起 造成一个通路 它是有一个黄铜管 其一由铁链合金制成的一个棒 所组成的两种不同的一个基础 前者的膨胀叙述较大 由温度变化所引起的两两者之间的残度之差 可用机械杠杆的将它放大 以操作接触点的KT的一个开或关 这里当然也用特别的措施 来使接触涂跳式的开或关 像磁铁 应有时是以螺丝K的位置 来加以一个调整 就像电冰箱 以及一般的川型冷气机的温度自动控制器 也是用类似的一个原理 通常是以一个内装液体的管制 为温度感觉器 液体随温度的膨胀 将金属折合来操作接触之涂跳开关 使压收器的马达转动或是停止 这个呢 下面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冷泥水疏导器 它的任务是将蒸汽中的季节的冷泥水除去 但蒸汽呢 却不能跟着冷泥水流掉 以不灵气的作用冷泥水疏导器的工作方式 它只要冷蒸汽加冷泥水 经过我们这个路口的地方 它会把冷泥水呢 在一个沉积到下面的这个位置 这个绿色标的这个位置 那高度一直增加的时候 增加了这个浮力 那这个浮沉子呢 当它浮力够大呢 会把它往上推 往上呢 这个移动 然后呢 泥水会经过呢 这个缺口流出来 当你泥水流的多的时候呢 流完的时候呢 因为呢 这个浮沉子呢 有它的一个重量 会持续的再把这个 流出口呢 会把它堵住 那就呢 停止呢 这一个 防止蒸汽水呢 可以流出来 所以呢 泥水流出法 经常由于 浮沉子本身的重量 及正气压力的作用而关闭 当你泥水是水位去呢 渐渐三升时 浮沉子所受的浮力 也逐渐变大 到最后呢 正气压力 及浮沉子本身的重量 所施 以浮沉子向下压力 小为浮沉力的时候 流出法就被水的浮力抬起 然后呢 水就流出来 那当你泥水不断流出呢 直到有蒸汽流出 因蒸汽比重小 其流动时的支生力 不足以抵抗浮沉子的一个重量 及蒸汽中有力浮沉子的支压力 所以华就会再度被关上 好 底下这四个电压内的自动控制器 汽车的发电系统 必须在引擎转速变化之情况下 保持一定的先电压 为大师此一目的 通常在汽车的发电机上 装一个电压自动控制器 发电机自动控制器的基本线线 如下所表示 在这图里面呢 发电机在电速这个位置 那平常呢 这个电速的基磁线线就是EW 平常呢 这个接电器R就所在on的转态 所以它的电流 会直接基磁这个马达 让它转动 可是它转动速度一来越快的时候 它的基磁线线电压会一来越高 高一到某一个纸内 才会驱动这个接电器R 把这个接点从on变成off 那马达转速就会满下来 慢到一个速度的时候 它就会再关闭 所以汽车的引擎带动发电机的电速G1呢 其实转速N可能在相当大的范围变化 平行于电速的是 串联着基石线线EW及操作电阻STW 电压自动控制器是由激电器R及 操纵电阻STW组成 激电器R的线线可以两度 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来解定 激电器是on还是off 如果电压小于应有值 这激电器接触KT的接触点 不会被拉开而形成短路 但操纵电阻STW也不发生作用 发电机的电压开始由线圈决定之过度函数升高 跟电压升高的时候 它就是为驱动的激电器 然后发电器输入电压当然也跟着减少了 底下这个是离心式转速自动控制器 有许多由电动机驱动的小机器 例如电包机还是电动打字机 要求驱动转速保速参数 这种要求通常可用离心式转速自动控制器来完成 在转速超过应有转速时 它会开动马达 这种开或关了马达的动作 可能每秒存活好几次 这种转速自动控制器 有一轴程支持而可行转的接触BKA 其端专有质量的MA 及调整螺丝所组成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这一个呢 马达会行转 然后转到速度快的时候 它的离心力呢 R会有分离的P 然后P会把接触点呢 如果转速太快 离心力太快 它把接触点呢 本来通了 会变成off 那这样呢 我们的马达转速都编慢了 编慢之后 那个接点又会重新结合在一起 当转速N超过K 所制定的转速时 谈完SP的力量 效益离心力R是分离P 因此接触点会打开 而马达电源内的线路是分离的 以接触的连接式 是进入鸟膜电圈级电刷SR 利用这种结构简单的自动控制器 可以是转速维持一定 其误差呢 不超过呢 所谓的0.1% 因为结构上呢 比较简单一点 以自动控制区间类似的 我们可以用2.4自动控制器的识别线 来描述控制大小 与操纵大小间的关系 这种识别线就是输入S跟Y的一个关系 那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识别线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开关误差为0 识别线非常简单 就直接上跟off 那如果有复合的时候 它中间有多一个GL 就一个复合的表示 两控制大小呢 在应用SK之间 其实操纵大小一下子达到最高的值 如果控制大小超过应用值 就操作大小为0 其实识别线呢 就是三年所表示的 那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呢 举出呢 几种呢 不同的一个 2.10的一个 自动控制器的 系统的一个 的工作方式 谢谢